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大事了 这次真的是来了一个猛的了 最新消息 湖南长沙呀 派出所 被砸了砸了个洗把 警察被拿出来 吊打 简直是造反了 造反了 整个派出所 被冲掉了 怎么回事 中国现在 俨然 已经是一副天下大乱的 派头 派头 另外一头就是杭州 杭州也出大事了 杭州的高铁 杭州的高铁 也出状况 不想活了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南朝 南朝 另外一头呢 就是这个黑龙江 黑龙江也出状况 就是 一大票啊 电视台啊 当地国企啊 国企这个工资都落实不了了 当然现在 城管工资都落实不了 你说电视台的工资落实不了 也是非常正常啊 所以现在中国这个 天下大乱啊 乱套了啊 这个国家 那背后当然是什么 主要跟这个经济有关系嘛 这个经济时代太差了 今天刚好出来两个 很猛的经济数据啊 一个呢 这个法拍法 法拍房 现在是包征啊 今年一季度 法拍房 多的到处都是 你说 这房子 你说他他有机会吗 没机会 法拍房满大街都是 你 这个 库存压顶啊 到处都是房子的房子满地盘 你说这这这能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啊 房地产老百姓都掏在里面 你说各个都买了房 各个都这个搞搞了个烂尾楼 我说的央视的那个记者不知道是不是买了烂尾楼啊 啊 在人大开会直接就冲向主席台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就是就是 哎呦 这这跟肯定跟跟这个这个收入各方面有关系嘛 另外一头就是这个银行啊 银行也出状况啊 很多理财产品呢 不赚钱啊 甚至亏钱 你说哎呀 这一银行理财产品最新的这个数据我们也是一起结合分极分极 就是这个理财产品现在 出现不很不好的这个这个趋势啊 就代表中国整个中国就没钱了老百姓都被榨干了 要造反你说咋咋弄呗 那我们先说说这个一个一个来说啊详细来看看然后 聊聊聊啊 先说这个湖南长沙这个事情啊 这个在这个也在这个疯传网上疯传啊 警民冲户啊 这个一千多村民哦啊 不少少数我一千多村民 把派出所给冲了 出人命了啊 事发长沙啊 派出所被炸了个稀烂啊 你看网上网上网民传 老百姓造反了啊 派出所干警天天啊操练警棍 今天被这个干这个头发血流啊干干干翻了啊 事发是3月28号啊 现在才传出来湖南长沙高桥派出所哎 被一千多愤怒的村民给扎烂了啊 现在当地已经全面封网 全面封网断网的状态啊 叫做大断网啊 现在还有大断网小断网啊 这个蔡奇也管不住了是吧 这些消息大断网怎么还传出来呢 这个要追究蔡奇的责任他在管是吧 所以这个村民把一个平时作威作福这个警察啊 在当地很有名 打得最惨啊 现在已经住院了警察都住院了啊 村民放话 不是不报啊 事后未到啊 啊 爱耍警棍的警察这些这次就是个例子 哎 这从头到尾我看了一下啊 这给我一个很强的感觉 这个事情没头没尾 那都出啥事没有一个直接原因 这很奇怪是吧 以前以前多多少少有个原因是不是拆迁呢 啊或者说这个啊里面是不是有有什么小孩子的问题啊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直接原因 这个就这么看上去也不知道是不是网络封锁啊 一个原因可能是网络封锁就没有出来一个信息 你是你说这一千多村民怎么就把派出所给干了吗 另外一个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现在派出所啊 被习近平管的呀 派出所没有战斗力的 以前派现在官方都公告了 一个派出所只能给一个枪 而且那种是简易手枪啊 大家不会以为是那种什么有15发子弹呢 那自动不是的 现在全中国派出所 因为习标准是什么 当时习近平怕底下的公安干警造反 所以他上台以后呢 就把底层公安干警的武器装备啊 大幅又大幅削减 也什么也省钱嘛 但是归根到底最关键是什么呢 他就怕警察这一块造反 因为以前周永康啊 都政法委啊 什么徐台后啊 这些都管这个武装的这些干警的这一块 很多他都怕他造反啊 所以都有可能嘛 有可能有有什么余毒嘛 有很多余毒中国是吧 所以就搞得现在很多派出所 一个派出所就就一杆简易手枪 就两发子弹 就每次打完 还不能连续打 好像就只能打一枪 就每每每次就配一两两颗子弹 打一枪就没了 一发就就就就就就就 来警示一下 一发就就打出去 所以有有很多就配配两两颗子弹 一个简易手枪 那都不能连发的啊 所以很简陋很简陋 现在很多这个老百姓知道了 你这个警察根本就不能打啊 真的一千多多多个这个村民一干起来 警察靠边站啊 那个警察搞不定的啊 那还还那除了这个现在警察警力也不够啊 这个现在现在到处就出事 时间太多了 连北京城今天不是一个张献忠 明天就一个张献忠出那么多事钱 那警察管不住啊 哪里有那么多警察嘛 对吧 那这个管不住是一个啊 另外一头就就跟这村民来来 这个事情来得很快 我们发现很快的一千多村民就纠结了啊 集结在一起了 里面除非就是拆迁 拆迁以前也是被动的 一般拆迁的村民不会违派出所 拆迁的村民就是什么呢 就守着守着那个那个那个房子 你不让你不让你供进去 那如果这个警察想供进去 那就干呗 那可能就干了准准备很多这个火药瓶呢 还有什么啊 这个中备燃烧瓶呢 这个搞搞很多东西 但这个这个又不太像 违派出所 所以给我用很强的感觉 可能啊 中国已经出现这种流民潮 哎 这种情况在美历朝历代啊 这个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很多就是乌央乌央 这个乌合之中啊 这乌合之中的一方面 他们没有什么民主意识啊 争取什么民权 他们没有 但是啊 这乌央乌央乌的乌合之中 他是没有什么 这什么什么法律意思啊 他们都没有啊 历朝历代到了流民四起 这是流民什么意思 就 他们就就 没有一个 没有法律意思 我刚刚说了 他什么什么冲理 这个打警察 他没有负担 不像我们 哎呀 你看我们这种 思思文文的 这个 讲法律的 我们还跑到海外去 躲得远远的 我们才开个视频 不不一样的 流民 他根本就不当事 干就是了 他他没有心理负担 你去拘位啊 我进 他对这个关键 去这个 在在看厕所里面吃个饭 他他也不当回事 中国这个没有 或者说你本来做中国共产党 没有给予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 很多人就没有任何法律意思 啊 这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啊 他做什么都没负担 大家要知道 这个道理就是 我又没钱 我又没房子 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说我怕什么呀 拘留拘留呗 啊 现在现在工作也没有 饭也输不上 你你坐我 坐我进去看厕所吃饭呗 所以就历朝历代到了这个时候 有时候一点火星 很多这个流民就天天 你看聚集在什么天桥底啊 火车站啊 啊 什么山河大城 如果我可以告诉他山河大城 就典型的流民 他也没有没有地方住 住哪 不知道 一有一点事情他就想捣乱 为什么 这个反正他都是这样了 啊 越乱越好 往往什么 社会最底层的人 他他我就天翻地覆 我管他呢 是不是啊 那个以前那么红军长征是吧 这个共产党我打土豪 问天涅啊 什么什么搞农民起义 哎 这就是什么农民起义 典型的农民起义 他他就有点我就干啊 所以中国很可能我从长沙这个事件啊 我感觉中国很可能啊 慢慢慢慢就就逐步要进入什么 流民起义 然后随时造反 这个一出哎呦我这个这些反正 好像天天没事干啊 山河大神啊 天天就聚聚在什么什么 这个火车站啊 什么一看到我干 干派出所太爽了 我们也干一回干他 这个平时看到的警察 我就想看他 所以这真的 那平时就作为作福的 你得罪老百姓 老百姓被他管的也是很讨厌 所以就就是出现严重的警民冲突 官民矛盾 所以中国可能进入这种状态 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说杭州啊 我们先看中国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 啊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 还有就杭州啊 杭州一篮子啊 一篮子啊 就突发事件啊 突然间就跳入了这个杭州东站的铁路轨道 直接就跳下去了啊 啊 在今天今天上午10点24分左右 东站15号站台一名乘客突然间就跳进轨道 要沿着轨道跑啊 正在近站的G7796次列车发现情况之后 紧急自动仍然跟该旅客相撞啊 这个这个新闻官方都报道出来了啊 这个就没有封锁 在看了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这个网上流出来 哇这个人我就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了 以前有一些是是轻生的啊 这个就真的是现在中国就有很多人 确实也是啊这个心理不健康啊 压力太大啊 不想活了 在这个我就没有看到哇 他他 只要展开双臂拥抱那个火车 他就跑过去拥抱了火车 哇 这种情况我就是第一次看到 因为有时候有的人他就是轻生啊 他还多多少少有 哎呀最后扭扭捏捏这个或者 哎呀我就用词不太恰当啊 但就是他也经过一定的这种纠结吧 纠结他才走出来一步啊 但是这个哇 我看他好像很享受一样子 展开双臂冲向火车拥抱火车 哇 我就看到就是哇 现在有的人啊 真的就是不想活了 所以中国有很多人日子啊 真的过不下去了 这习近平的这个看倒行历史搞搞 这这么多乱乱七八糟东西 中国很多老百姓日子 根本就过不下去 是没饭吃了怎么样的 是不是啊 这真的真的就是现在中国天下大乱了 如果是这个心理状态的话 真的就你一想你你派出所有 什么用啊 民不畏死啊 奈何以死拒责 你看这老百姓 根本都不想活了 大家说这这个情况在中国里说十几年的基数啊 就是有一千几百万都不想活的 那共产党还照得住啊 他照不住的 乱掏了都要 所以 现在中国不想活的人非常多 我估计真的你你我们就是算概率吗 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多吗 有一百万我就算 哇有一百万不想活的开玩笑呗 是不是真的是要乱套了啊 还有一个就是黑龙江啊 黑龙江3月28号的 今天今天流出来黑龙江牡丹江啊 电视台的员工在电视台门口去集会哦 现在现在都越来越猛了 各个都不是游行集会就是示威啊 中国怎么怎么现在都哇 啊 就美利坚一样哦 这个现在中国都有民主了 给给人感觉 真是三天两头不是这里集会那里集会 中国按理来讲是不一样集会的 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 细胞的他说躲在中南海涩涩发抖 那为什么要管得严这么严呢 他知道啊 中国现在像个火药桶一样的随时都爆炸 像个高药锅一样的 哎有的人说啊 习近平这个这个那就不干呗 哎习近平那脑袋他他就一根筋干到底 他不像胡锦涛的 哎人家胡锦涛不管事 人家胡锦涛有有空跟服务员爱打打乒乓球 那干嘛呢 搞管那么多事干嘛呀唱唱歌 以前涛歌是吧 那涛歌不是跟跟打打乒乓球 跟日本女孩 啊 跟要不没啊 要不就跟跟那个哪个唱唱啊 在在莫斯科的郊外是不是唱个歌 哎呦我这人家享受生活 不像习近平不 习近平紧张兮兮的 他就不愿意放权 他觉得一放权他就完蛋 这人就是一个理解问题 他就这么理解他抓得很严 越抓严现在混不 混的不混不开 电视台啊 理想事业单位啊 集会就工资不落实呗 啊这个以前以前都说是有事业编 啊退休可能退休待遇不一样还是怎么回事 啊 反正现在也不会说一分钱不发 他就不能落实那个待遇 不能有点就变相 降薪嘛 这是变相降薪嘛 实际上就是不给钱 钱没给到位 说一千到一万就是钱不到位 啊 所以就连下事业单位都单黑龙江找都不行 中国现在就瞎吹 哎哟又是什么资博 一个套路 你看吹了资博 然后吹吹什么哈冰 吹甘肃什么麻辣粉 啊 现在又吹什么小米一样的 中国又不是第一天造这个什么电动汽车 而且现在贴个牌也不难 这种东西很简单 呐 现在说中国品牌太多了 什么林跑啊 什么罗渣呀 太多了 就出来一个小米 小米能造车有这么新奇吗 就没有多少神奇的吗 这个东西有什么值得吹的 那没有什么值 是不是很奇怪吗 啊 这什么技术突破吗 不是啊 就是多了一个选 你说做小米能做 我现在做个电动车就跟做个手机差不多 所以就没东西吹 尬吹 一个一个资博烧烤 一个哈冰 都是这样就尬吹 现在小米我就看到他这个可怜 哎呦 说一大群人在那尬吹有啥好吹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 就是没那么 哎 肯定就不行 但是主要经济不行 呢 今天 背后再说一下这个法拍房啊 法拍房哦 现在飙升啊 继续飙升 不久前啊 终止研究院啊发布数据啊 发布数据 根据数据监测我 2024年1月份我 我国法拍房 法拍房挂牌量 总量已经1月份的时候啊 已经达到10万10万套10万零4千套啊 400套啊 10万零400套相比于2023年1月份的6.77万套增长 48.2% 大幅增长 涨了50%差不多 中国的法拍房哦 这法拍房挂牌量 因为他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存量 存量啊 其中我们看到什么 成交 成交才1.27万套 成交率才才10万套才成交1万多套 就是他就是一边有消化一边就加进来 有新挂牌的 在这个就挂牌 还有10万多套就卖不定 卖不掉了 卖不掉的 成交都不多 消化不完 很多这个 2023年啊 全年全国法拍市场 各类法拍房 嗯 这1月份挂出来就10万套 这个就肯定不止这么少 哦 这个是新挂牌的 10万套是新挂牌的 啊 然后2023年 总 总的挂牌啊 总挂牌就新增吧 这个就增量 这个增量 啊 然后是七七十九点六万套 七十多万套 中子研究院啊 啊 啊 所以这个就是猛增啊 反正就增加啊 反正就增加啊 这个法拍房越来越多啊 越来越多啊 这年头很多人这个还不起房贷 断供啊 啊 法拍房的数量激增啊 指向一个问题 什么啥问题 法拍房就几种 一种就是他断供 啊 不还了啊 断供又分两种一种主动一种被动 主动就是什么 这房子不值钱 房子不值钱 跌跌了百分之三十我首付都跌没了 不要了 要要拿拿去 现在还有有些网民我签个二十年的租约 我租出去啊 把租金收到了 然后 然后就把它拍呗 所以或者自己倒腾一下 租给亲戚朋友 签个二十年的租约租出去 然后 然后一次性 那个 把把那个使用权拿捏在手里面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不还了 很多啊 所以天下大乱了 现在 还有一个就被动的 啊 被动的就实在是事业嘛 还不起 啊 还有一种情况 要不就断供 要不就经济纠纷 背后 这个都是资金链断裂 房价又在急跌 所以现在法拍房啊 这个断供房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但实际上成交不多 我们的看他现在一百几十万套 这个 这个法拍房 实际上啊 实际上啊 实际上 你看一年可能就成交一万套套 这个多少都挂在那了 所以法拍房很多 但是成交又不多 成交不多 成交不多 就是形成一个 一个影响嘛 影响到这个房地产市场绝对都没有希望了 绝对没有希望 这个法拍房都满大街都烂大街了 你说这房子有机会没机会 怎么刺激你先把这一百多万法拍房给消化了 是啊 这个搞不定的 搞不定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啊 银行爆雷啊 随着上市银行以年报的逐步披露啊 银行的理财公司的经营情况也是浮出水面啊 2023年有多家公司理财公司啊 多家银行啊 盈利下降 我比如看到农营理财就农业银行啊 农业银行也不行了 2023年这个理财产品赚取的这个钱呢 同比下降多少 就在下说出来吓尿大家 下降百分之五十四点六七 还有建堂建信理财啊 赚钱就是这个经营情况嘛 就是不赚钱 同比下降百分之五十三点四二 这个这个就是他理财本身的他他不赚钱啊 这个盈利就下降了 还有规模比较小的育农商理财也是下降百分之五十二点五一 还有这个中国邮政啊 中银啊 就是中国银行啊 青海银行啊 还有光大理财 光大银行刚刚的爆雷了 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对很多理财本身都亏损了 现在都亏钱了 理财都不给钱了 这个理财公司本身也亏 本本身也严重下降 还有一个就是他总的现在做理财的人也少了 所以理财公司日子也不好过 你像农行啊 建行 工中银行都现在都不行啊 都是大幅下降 我这个我都不明白的 怎么这个银行股还能拉起来 银行股随时要爆雷 银行股随时会会出现暴跌 所以告诉大家就 这个经济情况不乐观 银行不乐观 房子也不乐观 所以社会也是岌岌可危啊 所以且看呗 那先说那么多 绝对不错打开小铃铛 拜拜